感觉琢磨最多是武松 你说太对了 这个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这个 这么多年来 三百年来 就到水浒成书啊 斯南亚和罗冠中 把水浒变成书的时候 这么一来的这个作者 评书的 包括斯南亚和罗冠中他们 就是说他们最喜欢的角色 就是武松 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武松 因为他对武松的描写是 第一个篇幅是最多 十张 一共一百回本啊 兄弟们 一百回本 一百零八件 一百回本 一百回 武松占十回 武松一个人占十回 后面还有落连巴刀的 那个什么 还有武松打什么 报道也什么的 那都有 但是武松单独写武松 也写了十回啊 所以武松是作者 琢磨最多的 为什么对武松写的最多呢 因为我 咱们一直聊啊 因为武松就是我们正常人 武松是一个平常人 就是我们没有背景 对吧 武松没有背景 靠自己混 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是吧 混社会 他没有任何背景 他到柴经专案上 柴经看不起 没有资源 柴经的看不起 虽然养了他一年 柴经对他 对宋江 对林冲 水浒里面写柴经 接待宋江 接待林冲 接待武松 你就发现了武松是最弱的 根本瞧不上 武松就是我们普通人 韭菜 没有后台 靠自己努力 打拼 对吧 这个一个机缘巧合 把老虎打死了 就像我们韭菜呢 因为机缘巧合 突然得到个机会 晋升了 或者做生意赚点钱 这就是普通人 没有后台 是吧 连鲁智升都有后台 他爸是军官 他也当武陆 联防士 是体制内的人 还有谁啊 宋江军官 鸭斯 对不对啊 柴经那更是贵族 林冲 八双金军教的 人家铁饭王 而且级别还不低 还有谁啊 史进家里有钱 卢军义家里有钱 杨志 杨老林公 孙子 孙子 关胜 关于他后台 你武松有什么 三十六天杠里面 靠钱的啊 后面 后面燕青什么的 他就差点 靠钱的你想想 还有一个就是鲁智升 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吴佣 吴佣这人坏 吴佣是读书的嘛 他也是拼命子弟 吴佣是高考没考上 武松就没参加高考 初中就辍绝了 就这么个态度 就这么个情况 吴佣是高考没考上 武松是直接初中就辍绝 没高考这事 他们就三十六天杠里面 他们是没有后台 没有废纪 是普通人 是不是 说怎么找你付咨询费 职业给你 我就跟你聊就完了 不用偶外那个负担 没必要 铁平台也赚一点 平台也不容易 除非你特别隐私 你知道吗 你没必要太隐私 你把你个人信息藏一藏 咱就在这边聊就完了 历史都是近人的相识 对的 有个好嫂子 那倒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 李逵没背景 对 你说对 李逵没背景 李逵还杀人了 李逵没背景 但不是李逵排在武松后面吗 李逵没背景 但是李逵的家庭条件 比武松稍微好点 他有个哥 他哥智商还挺正的 他哥呢 比伯拉兰长得好一点 他还有个妈 他还有个妈呀 武松是没有父母 父母双亡 跟着他哥 他哥是 他哥长得不仅丑 而且面目可笑 长得不仅丑 而且花旗可笑 你想想 那个武松又讲了性格 受到多大的打击 扎心 九八水浒 其他的红不红 不知道 红了刘欢 感觉他才是主角 九八十五 我没看过 你说刘欢唱的主题曲 是不是 九八十五 严格说我没看过 我不怎么看电视剧 你知道吗 我看的是原著小说 作者是不是 对啊 说了作者 不是喜欢武松 作者喜欢武松 这个角色 还给武松 这个角色 附入很多 你知道吗 因为他就是个普通人 写普通人最拿手 因为写普通人说白了 某种程度就写自己 是不是 一个作者 写普通人某种程度 就写自己 因为自己最熟 你就是个韭菜 你可以写皇帝 你都没见过皇帝 是不是 你写皇帝 不就是自己一银吗 自己想一下的吗 是这个意思吧 韭菜写韭菜是最有感觉的 你懂了解 对吧 经历过 写的最多 韭菜你写皇帝 你知道皇帝干啥 你老觉得皇帝拿金 对吧 拿金勺喝粥 什么的 对吧 你都没见过 武松被狗咬到壳里 就是武松就是一个 武松就是从神变成人 从神变成人的一个过程 从神恢复到一个普通人的一个过程 就是连狗都打不过 连黄狗都打不过 李逵会抱大腿 对 李逵 李逵就是李逵的价值 李逵的价值就是 是个做一个极致的工具 就是说 就是我没有背景 我也没后台 我也没太多的能力 那我就做个非常好的工具 极致的工具 极致啊 就谁当头 需要我的人 都需要我这把快刀 需要我这把工具 他要把工具做到极致 就是李逵 武松呢 也是做工具的 但是武松做工具呢 都带着个人情感 就差点 明白了吧 武松也是工具啊 到哪儿都是工具 但是他的工具 武松还有个价值观在里面 李逵是没有价值观 他只有立场没有约 只有立场没有约 所以他 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 真正的工具 松家拿到镇压 松家每次要镇压 兄弟们 都拿李逵出来 不是李逵 恐吓大家 就是他恐吓李逵 来杀鸡太后 对吧 杀鸡静侯 明白了吧 李逵是真正的一个工具 真正的工具 武松就是 对 武松是工具人 当然他有脾气 他的价值观 李逵就完全是工具人 工具人 还是 不是 至少表现出的是工具人 很纯色的一个工具人 但实际上李逵 越是这么纯色的工具人 越是为了掩盖 自己真实的想法 所以说李逵是有野心的 李逵有野心 要不然松家 不可能把李逵毒死 还是松家了解这些 所以他中毒之后 他第一个想法 一定把李逵毒死 为什么呢 因为知道李逵有野心 一旦松家死了 李逵说不定就死了 还是不来了 李逵为了当工具 彻底把自我丢掉 是这样的人 你前面说的对 李逵是当一个纯色的工具 但是越是纯色的工具 那你为什么要当工具 你一定有目的 工具不是你的目的 所以说你为纯色的当工具 那你的目的 一定不是个工具 而是掩盖 对不对 所以他有野心 还是单独给你自训 那你上B站 上B站私信 好吗 B站私信 老百姓幸福在这 懂得着鱼子匠 是的 装狠服松家 太对了 太对了 李逵实际上是无用的人 李逵是无用的人 他导向松家 某种程度也是 也是为松家所用 利用松家 互相利用而已 知道吧 李逵是无用的人 李逵是戴宗的人 戴宗收拾过他 然后罗军义也收拾过他 工僧任也收拾过他 为什么这些人 都要收拾李逵呢 说法就是顺服这个工具 为我所用 明白了吧 对不对 工僧任收拾李逵 让他师父 罗正人收拾李逵 燕青 罗军义让燕青收拾李逵 反正都是控制 就是顺服这个工具 你得为我所用 李逵都是卡仙直 农村养狗 第一天就把狗打一顿 你说太对了 太对了 第一天就把狗打一顿 顺服这个工具 得为我所用 太对了 就是你看 戴宗为什么顺服他 戴宗为什么顺服李逵 是因为李逵上了山之后 导向松家了 觉得自己飘了 飘了你知道吧 不拿原来的主人当主人了 不拿原来的兄弟 比如戴宗 他以为他投向松家就行了 戴宗这些人 他也得 对吧 所以戴宗要收拾他 告诉他 谁他那真正大哥 你别他妈以为 你别送松家走近 你就可以不鸟我 你发哥了 戴宗才是李逵大哥 是不是 没毛病吗 李逵是听谁的 戴宗听谁的 戴宗听无用的 他跟无用的人发小 戴宗跟无用的人发小 至爱相识 对吧 没毛病吗 李逵服詹顺 燕青 戴宗 正好这三个老大人 没毛病啊 不是 他还服那个 他服郭森盛啊 他被罗真人收拾了吗 对他服郭森盛啊 你看看就知道了 对吧 你看 所以这些人把他顺了 但是鲁世生和武松 他没有顺过李逵 这问题在这 登州派 没有顺过李逵 对吧 登州派没有 没有弄过李逵吗 越群粹越有问题 是的 没毛病 昨天我看有人说登州派 这个登州派啊 非常奇特 非常奇特 我今天随便说一说登州派 登州这个派系 一共是几个人呢 我数一下 我记得不一定清楚啊 就是谢真谢宝 森利 森兴 朱渊 还朱什么 朱是兄弟吗 朱渊 这是六个了 然后越和 然后这个顾大嫂 八个 一共是八个人 这八个人 登州派你说他势力吧 也不小 然后那个 并育持 孙利啊 级别也挺高 级别挺高啊 他应该跟鲁世生是一个级别 比鲁世生级别可能还高一点 功夫也很厉害 这个登州派 然后功劳呢 登州派功劳非常大 因为打朱家庄 就是登州派的功劳 对吧 他是叫什么 对吧 他是内议 对吧 登州派假装是 那个 轮廷玉的失利吧 对吧 潜伏进去 森利啊 跟轮廷玉来直接 利用这个关系 潜伏进去 所以说功劳呢 是很大的 因为宋家一打二打都输了嘛 三打 是因为森利他们 要不然那三打一输赢 四打五打的贵金赢得了 对吧 因为登州派 搞了个特洛伊木嘛 特洛伊木嘛 完了之后 那拿下朱家庄之后啊 第一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 就是我一直理解不了 这个轮廷玉 到底死了还是活了 按照宋家的说法 说他死了 对吧 但是也没说他怎么死的 就那个 祝荣祝标啊 祝家几个兄弟 包括祝老太爷 都怎么死的 他们都有交代 谁干的 谁杀的 最后就是 就是个轮廷玉 没说 人家说轮廷玉死了 就说他死了 也没说谁杀死了 在哪儿死的 尸体在哪儿 跑的 没有 这个就是个大问题 叫什么问题 我认为啊 我个人认为 是身心啊 身力啊 身力还是把他放 放了之后就告诉宋家 死掉水去了 淹死了 怎么死了不知道 尸体也找不着死了 就说死了 但是我估计是 你先把他放了 放了之后呢 那就是说 所以说在梁山牌坐 宋家恐怕就 对身力有意见 但是也不能明说 对吧 身力也说了 老兄跑了 那对吧 这你又没办法证实 但是宋家是怀疑的 怀疑 所以说他对身力有意见 这第一个 至少你心不沉 宋家对他来说 对吧 打架独家章是很重要 但是你这八个人 他可收可不收 对吧 对宋家的时候 所以说我认为 他可能不怠疑那个 不怠疑孙力 但是登州派 也有功劳 立了战功 也有人 所以他把谢真谢保 这俩猎户 把这俩人搞到 马军里面偷领 王州是三十六天章 对吧 孙力是七少地杀的 排第二 排在祝后面 为什么宋家这么干 就是说第一个 他要肯定登州派的功劳 登州派功劳必须要肯定 做了这么多事情 所以肯定 登州派功劳 但是呢 同时 他又对登州派所作所为 把罗林玉放了 他不满意 是吧 你还没善善呢 就干这事 就这谁信得过你 是吧 所以说 对宋家的时候 比较矛盾 登州派 作为一个大的派系 那必须在 三十六天章里面 这有人 那衡量来衡量去 谢真谢好 进这个 三十六天章 进马军 是吧 他就不让孙力上 如果有人说 也是因为他 担心孙力的功夫啊 什么孙力厉害啊 我觉得这个不对 因为厉害人多过了 对吧 孙力的功夫不算最低 孙力的功夫啊 就是把孙力放到 三十六天章里 他功夫也 也还不算多厉害 规定打得过 打不过武松 打不过延迟 规定啊 就是他功夫没那么厉害 这就是我认为的 所以说 那那宋家呢 既要安抚登州派 他又对登州派 又有意见 有惩戒 所以他就 我这么就让 谢真谢保 就让你们 登州派里面的 两个普通人 进三十六天章 带领布局 登州派没话说 没话说 是不是啊 你两个人在 三十六天章里面 你还说啥 完了之后 又打下了孙力 你这不实在 你想一想吧 又是你 你会不会这么想 我擦 罗尼玉 我擦恨之入骨啊 我擦 咬牙切齿 他俩子都没打下来 这罗尼玉 后来说 找罗尼玉